近年夜市的美食区常常都是人潮满满的 但是今天的明星美食地图 可是有两位大明星要跟我们一起去逛夜市 最新把点挡金国销售的男女主角李耀祥跟邓翠维一线身 现场就挤满了粉丝 而今天要跟着周氏的脚步一起来品尝台湾的道地美食 而且李耀祥还现场整线也是李耀 晚安六星晚安 今天明星美食地图要来了 今天要带我们逛夜市的人是谁呢 大家好我是李耀祥 我是九姑娘和四奶奶 嗨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哪里 四银夜市 这不是柴九哥和四奶奶吗 香港界影后影帝一线身台湾夜市真是不得了了 粉丝追追追 不过呢有彭自远方来 今天就让中士来带他们吃点好料 谢谢 来尝尝看这个口味怎么样 来到夜市台湾到底小吃 蚵仔煎可是不能少 又大又肥的蚵仔配上特制甜辣酱 现在有那个乔丘的我也吃过 但是没有那个酱 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它本的比例跟胆的比例很好 不会太念喉的那种 看来蚵仔煎的口味是得到了好评价 不过吃着了解 这场景仿佛是想到了金国虾熊剧中 家中是茂米的四奶奶 曾经就炒饭给了柴酒吃 所以西外呢当然也要 法比斯一下 这个虾呢要煎得比较香一点 然后我们才下这个饭 那这个蛋要坏一点了 太久了对太久了就老了 这个这个这个饭 这个饭要加下去压一下 哇柴酒哥说他平常就会下厨 原来真的是美在说笑 炒菜姿势动作都相当熟练 不过递者可没那么容易放过你 台湾这炒饭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啊 你叫我啊 你要粉丝高笑 你要不要问一下粉丝 就你跟力道说他会做的事情 吃饭啊 对啊 对啊 他跟我都没有去做饭了 哎呀四奶奶那种饭可不能乱吃啊 不过来台湾也要入境随俗 以下了解斗地文化嘛 粉丝都哈哈大笑了 只是不知两位香港人有没有听懂咯 很快的炒饭就完成了 要先请四奶奶来验证一下 好吃 就像夜市卖的一样 比夜市还好吃 这种说的可是实话哦 不过吃完了炒饭甜点时间也来了 到了最后一站 记者一定要送上一份到外天 再来看谁 两位就是人气超好 走到哪里粉丝都团团包围 现场真的是超级炎热 这时来玩爱玉冰刚刚好 那个名字好像要派脱弹琴才能去的那个爱玉 我跟你说爱玉就变成是外玉 没想到两位香港人对爱玉这个名字这么感兴趣 两位还一直低头猛吃 果然爱玉的酱火消暑真的很适合夏天 如果你还想看柴九和四奶奶在剧中表演了什么拿手好菜 就一定要锁定中视频道 金国下手 明星美食地图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明星期视频道